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是真的 毫无疑问这个骨架的主人 就是地球上最大的蛇类生物 而针对这条大蛇的猜测 网络上也是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个巨蛇骨架 很有可能是以灭绝的泰坦巨蟒 也有人说这个骨架一种未知生物留下的 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来比对下 已知现存的蛇类 有没有能和视频中 发现的30米巨蛇匹配 如果忽略掉已经灭绝的蛇 已知现存的最长的蛇是网络蟒 看到这里有的观众也许会纳闷 南亚的某些小岛发现的网络蟒 体长最长的也就只有3米左右 怎么可能是最长的蛇 其实网络蟒也分不同品种 这类东南亚小岛上独有的网络蟒 一般是诸如网络蟒 古名思义就是指它们属于 网络蟒中的小家伙 网络蟒又称网木锦蛇 霸王蟒 属于蟒科马来蟒鼠 主要分布在主要分布在印度 柬埔寨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 不过现在网络蟒也常被欧美引入 作为宠物甚至一度泛滥成灾 逼得政府出动专业的猎人进行捕杀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显示 已知的最长网络蟒 是一条被专门饲养的宠物舍 叫做美杜莎 美杜莎来自于美国堪萨斯州 体长达7.67米重158.8千克 不过相传在印度尼西亚 当地人曾经捕获过一条 长达14.85米的网络蟒 并把它取名为桂花 据说它张开大嘴 可以轻松地吞下一个人 不过关于桂花信息并不是很可靠 因此没有被作为记录留存下来 网络蟒的主要特点是长 而亚马逊森然的特点是重 他们两个一起分享了 现存世界上最大的蛇的称号 亚马逊森然就是电影 狂妄之灾当中的主角 属于燃科水燃鼠 它主要栖息于南美洲热带鱼林 是燃科体型最大的成员 论文记录 现存捕获最长的一条森然长5.21米 重量达97公斤 看到这里很多人纳闷 网文盲美杜莎明显要比 这条亚马逊森然更重一些 凭什么就说亚马逊森然是最重的蛇 实际上无论是最长的蛇还是最重的蛇 比较的前提是同等的自然环境下 在野生状态下 同等长度的网文盲和亚马逊森然 进行比较时 亚马逊森然要更粗更重 而网文盲每度杀是人工饲养出来的 有着野生蛇类没有的先天优势 传说还有人发现过 长达12米的亚马逊森然 不过同样的 这个说法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 曾经有人拿出5万美元悬赏 悬赏体长超过9.1米的亚马逊森然 可惜一直没有人成功拿到过这笔奖金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 无论是网文盲还是亚马逊森然 它们都与30米有相当大的差距 即便是我们采纳的是传说中的数据 网文盲桂花的体长14.85米 那也距离30米有相当大的差距 因此我们可以排除 该巨蛇骨架属于现存的蛇类 那它有没有可能是 已经灭绝的上古巨蛇呢 现存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蛇 一共有3000多个品种 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看 它们属于几所动物门爬虫缸 有林木蛇亚木下的动物 具体细分可以分为 真蛇下木和蟒蛇下木 前者下面有15个颗 后者下面有3个颗 蛇类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距禁6550万年前的古新史 这个时间点很特殊 因为有一颗直径大概是10公里的 小行星撞击了地球 引发了第五次生物大灭绝 由于全球气候剧烈变化 导致当时的植物无法正常的存活 大量的植食性恐龙 由于缺少食物而灭绝 肉食性恐龙也随着灭绝 只有极少数的恐龙 后来演化成了鸟类得以幸存 这场浩劫直接结束了 恐龙长达两亿年的称霸 恐龙灭绝后 蛇类的祖先有林木逐渐走向了繁盛 比如曾经的海洋霸主苍龙 就属于有林木第一分子 它们算是现代蛇类的近亲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 现代蛇类的祖先曾经是有四条腿的 只是后来逐渐退化掉了 在恐龙走向陌路后 有林木成圣追击继续分化 逐渐诞生了壁虎类 硬蛇类 蜥蜴类 蛇蜥类 蛇类等等 古兴是十七地球的蛇类最为昌盛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泰坦巨蟒 从分类学的角度 泰坦巨蟒属于有林木燃科燃亚克 也就是说它们和森燃属于近亲 说到古兴是必然绕不过 古兴是始兴是极热事件 在这个阶段全球一共排放了 1.02至1.22万亿吨碳 其中每年大约排放5.8亿吨 就这样一直持续排放了大约5万年 大量的碳排放 使得地球温度不断升高 导致了全球气温平均上升了5摄氏度 在铸旧体型最大的蛇泰坦蟒的同时 也改变了地球生物格局 在古兴是始兴是极热事件发生之前 地球上的古老类型的 哺乳动物物种接近80% 而在极热事件之后 古老类型的哺乳动物物种 锐减到45%甚至更低 蛇作为变温动物 当外界温度变冷时 它们的体温也会下降 而体温的降低 也会导致身体内的煤活性降低 导致它们的身体变得僵硬 行动能力受阻 所以在气温低于15摄氏度时 它们就会寻找适宜的地方进行冬眠 气温不仅仅会影响它们的行动能力 还会影响它们的体型大小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看到 在北方寒冷地区 虽然也有蛇类生存 但大多体型较小 比如中国东北的蛇类优势中 团花锦蛇和乌素礼服 前者体型约90公分 后者更是只有60公分 这其实是因为只有气温足够高时 大型蛇类的内部温度 才能够维持煤的活性 在古兴市史新市集热事件中 地球平均体温达到了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 如此炎热的气温 刚好满足了泰坦蟒的生存需要 虽然泰坦蟒是蛇中巨怪 但是泰坦蟒在陆地上的战斗力几乎为零 这是因为它们的体重实在是太重了 而它们又没有支撑身体的腿部 只能使用肌肉的力量在陆地上行动 但陆地上的摩擦力非常大 这又导致它们行踪缓慢 为了觅食泰坦蟒必须要借助水的力量 水的浮力可以帮助它们运动 而且陆生生物需要到水边饮水 它们能够埋伏在水中悄悄袭击猎物 泰坦蟒蟒现在已经灭绝了 不过在2009年 由古生物学家约纳森·西洛克 和古植物学家卡洛斯·哈拉米约 率领的国际科学考察队伍 在哥伦比亚北部的色雷红围旷 发现了28条泰坦蟒的化石 经过仔细研究之后 他们发现 在这28条蛇当中 最重的8条约为136公斤 体长都达到了12至15米之间 泰坦蟒不仅要比 现存在最大的网纹蟒 亚马逊虽然更大 也要比曾经在非洲考古发现的 使前巨蛇非洲巨蟒更长 可以说是现在已知的蛇类天花板 虽然泰坦巨蟒已经足够大了 可是它的长度 也就是在12至15米左右 这和古歌地图上的巨蛇 依然是相差甚远 所以我们可以基本排除 巨大骨架是蛇类的可能性 甚至连蛇的近亲苍龙 都无法达到这个体长 所以这个大概率不是生物的化石 后来好事的网友 也在试图寻找问题的答案 美国的斯诺普斯平台 一个针对揭穿谣言和传闻的网站 对这个巨蛇骨架进行了调查 法国的西海岸确实存在着一个巨蛇骨架 它并不是30米长而是130米 同时它并不是巨蛇化石 而是一个巨型的海蛇雕塑 是中国艺术家黄永利的雕塑作品 这个作品是黄永利 在2012年的时候完成的 被安置在法国的卢瓦尔河的入海口 所以这个巨蛇骨架 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品 而这就是谷歌巨蛇骨架的真相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了解哪些世界上有趣的动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阿祖的频道 这样每天都可以和阿祖一起 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